好久都没有更新自力更生花胶带系列了 今天我们就来画这卷知识奶油的花瓶胶带吧 因为会用到马克笔 所以别忘了在下面贴张纸呀 这次用黄色马克笔打底 然后再用彩色的萤花笔做装饰 然后就是画了一万年的波浪线 刷了刷了 然后等它干了以后 用萤花笔画一些小点 千万要等它干哦 别忘了我是怎么知道的 好 画完了 来看看效果吧 登登 又是笔圆满好看的一条 你学会了不 之前录的手张纷纷看 有人说我在水视频 确实 所以教姐这次来个认真的 最近迷上了这种透明的水晶材质的胶带 我把自己觉得好看的款都入了 咱们每天都拆几卷看看 想一想都觉得好过瘾哟 这种材质的胶带叫水晶特优PT 仔细看它的油墨是带厚度的 不灵不灵的超好看的 今天就用这卷木洋洋浅估一下吧 喵喵手撕竟然还能这么用 哈喽呀 今天又是跟着宝贝们学手这样的一边 这个牌板的灵感来自一位叫可达压压的小可爱 就是把喵喵手撕上的胶带都切下来 然后这样排成一排 然后用笔刀这样一下一下的切住一个花边 嘿嘿 这样你就得到一个超级漂亮的异形边了 接下来呢 就是在里面中常做的牌板 来看看效果吧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超好看 又攒了一波牌板 给你们录一个手章翻翻看 如果有喜欢的牌板就赶紧点个小星星吧 感谢观看 i know you